我自己覺得啊 早不早的接觸其實沒差 你看我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可以跟他們 你看我現在就是MVP啊 然後兩次的MVP啊 可能比賽時間是三點 然後我們就不能在那個時候 或是在前兩個小時睡覺 現在他們就說重來 然後他就故意不停 他還故意繞過那個球場 他還出了 我是世新大學靈蝶 我是陳玉婷 我是國小的時候 然後就是看到學長姐 可以在上課時間啊 然後出去比賽 然後不用上課 然後我就開始很好奇 然後剛好那時候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要去球隊 然後我就說 那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對就這樣 我其實就是 從小就是算蠻喜歡運動的 然後剛好國中就有加入 就是社團 高中的教練 然後來找我 問我要不要去打球 有吧 因為他以前算災難吧 因為他從小身高就很高 然後我就問他說 他要不要去 就是試試看籃球 然後他就去打球 如果真的有小孩 當然希望 可是我覺得這條路蠻難走的 雖然這個運動 可以讓你 有一段很輝煌的記 就是回憶 但是他也不能當你 一份穩定的工作 有啊 女生好像都好像都打 有我以前跟他高中 只要一對一的時候啊 因為他以前不會運球 還可以直接這樣 運過我的頭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很不合理 火氣就上來 然後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開始 就會有點 火藥味 他就開始打人 高一的時候 剛剛進去球隊的時候 比較想放棄吧 因為那時候 基礎就是零啊 從零開始 然後就這樣敗一子 一開始就很強 高強度訓練 他們那些術語 我完全都不知道 而且學姐 然後學姐會以為我是 白痴 那 真的 我家人就是 就不管我想不想放棄 他們都支持我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既然我自己選擇了 然後我就繼續走下去 如果再重合一次 你會想要 讓你自己 國小就開始接觸 我自己覺得啊 早不早的接觸 其實沒差 你看我現在 就是現在就是可以跟他們 哈哈 你看我現在就是MVP啊 然後兩次MVP啊 不是 他以前罵我的學姐 我現在 他們現在 就是都沒有在打球啊 所以我要超越他們 那時候高中的小學姐 就 就有點雙面人 沒有必要這樣 因為我是學姐後 我有一些學妹 剛進來不會打球 我也不會 就是講錯那麼難聽的話 就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對 通常都要怎麼做 正合嗎 沒有 就以我的意見為止 就是因為我說 大學就比較少 學姐學妹制 有時候可能 你現在對他們很好 可是你突然罵他的話 他會覺得說 你怎麼罵我 這樣 等這種 就是會 會想要 反駁 反駁你 再來我覺得很難就是 就是當球員跟 教練 就是溝通的橋樑 今天這場比賽 誰可能打不好 然後教練很兇 可能罵他 你就要去想辦法跟那個球員講 就是鼓勵他 因為比賽已經結束 然後也要去跟教練講說 他的想法是什麼 兩個都在氣頭上 都在講氣話 但是 雙方都不願意 妥協 所以你一定要去當那個中間的那個人 我會想去考教程 對 然後去當教練 就是那種國小那種 那你覺得你自己的教練風格是在什麼 可能就要偏兇吧 因為國小不可能就是很溫柔 因為一定講不聽 所以在國小的時候那一天是教練很兇嗎 很兇 就可能拿 腳椎丟人啊之類 真的 剛好你在跑的時候他就可能不爽 就像手這樣來這樣炸 那你有遇過教練很爽嗎 沒有欸 我遇到的都是 就是對我蠻好的教練 之後的未來的話是要去打擊 對就進入到台約 嗯 房子 我現在要放假一個月 可是 沒有可能 已經開始 已經開始 你覺得好嗎 因為他們現在在比賽啊 對啊 所以我就 就跟著他們去比賽 然後幫忙避水 就想全隊一起出去吧 彈爆 丁爹你還是很棒 陳先生很強 你自己說 我覺得我一年後還是要加油 就是不管有沒有找到自己的 就是有沒有 往自己的目標前進步 然後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堅持 對 我是四星大學 然後我打大前鋒 然後我叫謝金碗 我是 國小參加田徑隊 然後 國小畢業的時候 一百七吧 然後可能在 比賽的時候就有教練 問我要不要去打球 然後就介紹到實踐國中 以球隊的規劃 先把學界的責任 看能幫他們分擔一些 對 然後就是 課業跟球場上都兼具 很難去找到平衡點 因為有時候 學校可能要討論報告 但球隊又要訓練 所以就必須兩者去分出 你要去做什麼 然後可能不能每次都以 球隊訓練為由 他就希望我們以學校為主 對 有 因為我自己是算 在同一個位置上有很多學界 所以相對就是 上場時間會比較少 可能我就只能藉由一些 上場時間去把握 然後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不然有時候會 感覺很 練習時間都一樣 但上場時間就 沒有這麼多 跟大家都練一樣的 然後身體素質也沒有到很好 我覺得到大學 大家都應該都有一定的心理素質 以前在高中 可能就會很急吧 因為以前是學姐 然後高三轉到 大學就變大一 就從學妹開始 就前面有學姐 所以看得更多 然後心情也可以比較穩定 你有沒有碰到很基本的 你是穩定軍事的感覺嗎 沒有我不是 其實我個性是很急的那種 嗯 我不是我是處女座 對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因為大學生 大家就不太會管到這個 所以高中法 高中會高中會 可能比賽時間是三點 然後我們就不能在那個時候 或是在前兩個小時睡覺 因為我們要習慣那個時間是 就是醒來的 就不能是休息的時間 我們有個習慣是我們很喜歡 睡午覺 因為我們都習慣在練球前睡覺 那晚睡的話就是跟大家一樣 就是也很愛熬夜 嗨我是許仁萱 嗨我是蘇吊賢 我是國一 因為六年級暑假的時候 要畢業一年暑假 開始結束 其實在於國小的時候 各個體育方面都比較好 但是沒有想過就是要大籃球 其實媽媽是反對的 她覺得就是假如說大籃球的話 課宴會比較就是 就顧不上 就爸爸說可以 就爸爸贏了 就對 對 這才要開始想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算是休息期這樣 對 那你們休息的時候都在做什麼 上課嗎 對上課 然後就是職業 對所以我們其實也就修一兩年吧 我們就開業跟職業這樣子 我們都平均還是會練球 邊看邊學習 因為學期都是經驗好啊 我們缺乏就是他們的經驗值 啊看到什麼 如果就是對自己有幫助的東西 看到就可以學起來 我們高中有一陣子 蠻低潮的 然後就有點 帶頭去 不想去練球 那時候我們就直接 教練好像要罰我們吧 就我們才剛練完還是打完 就很累了 然後他就說要罰快攻 然後我們就很不爽 然後我們就直接 三年級就直接全部 就走 然後就走下樓了 那學妹他們應該殺眼吧 他們就跟著走了 我們大一的時候 有一次跑進來 學員就很誇張 他就不想 就其實我們體力也不算很好 可是跑不到 就算我跑不到 我還是會盡全力跑 然後盡可能的跟到學姐 然後那一次是 他有點不想跑 然後就是剛開始跑 然後跑不到五圈之後 他就很慢 但是他們就說 重來 然後他就故意不停 他還故意繞過那個球場 這個個性還是改變比較多吧 然後對於練球的那種 想法會比較 來得比之前更成熟一點 之前你之前感覺比較容易斷掉 現在比較好 就是現在比較粗了 還誇張到我誰跟講一首 不打的故事 習慣了 這個打球方式 他其實從國中的時候 跟我一起打中風 但他現在已經變成到控球了 蠻佩服的 我比較貴一點啦 就是我蠻傾向美國那邊的球風 自主性是很強的 然後我也覺得 有些球員 沒有辦法走系統的方式 但有些球員又需要走系統 你想走什麼樣的球風 然後就可以自己去 從那個方向去發展 那你每個禮拜都在練一樣東西的時候 多少會覺得說不想練 或是覺得很無聊 跳一次吧 就是要開心一點啊 有點像生活的動力吧 好像不可迫切的東西 就是你自己可能 一兩天沒碰球 你自己就會手癢 會想要去打籃球 連這個降調是怎樣 希望他們好來 所以姐會管得很多 我們偶爾只是 看到什麼 想一下下就好了 希望自己可以更成熟一點 然後可以延續 自己今年的好表現 然後繼續下去這樣 還沒訂閱嗎 快點訂閱 富有 小福 偶爾 少年 有 勞